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5月10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有四個字 可以說是這三年以來 大家經常聽到的問題 叫做國家安全 香港在2020年的7月份 通過了國安法 即是國家安全法 這個國家安全法 基本上就是使得現在的政府為所欲為 大興民致辱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當間諜地拘捕 說到國家安全 是不是代表這個國家很不安全呢 實際上國家安全 是等於一個政權的安全 政權的安全 實際上就是習近平的個人安全問題 因為中國實際上是沒有國家安全的 有哪個國家是會想著侵略中國呢 大家想一下有沒有 是沒有的 不單止沒有國家會侵略中國 甚至乎只有中國想侵略的國家 那個叫台灣 當然我們看到 開口完口國家安全的 現在當然不只是習近平 普京也一樣 剛剛最新的大業兵 他甚至乎說到好像烏克蘭在威脅他的國家安全 實際上他就是侵略者 我們現在說一下這個國家安全問題 如何困擾著習近平 如何困擾著全中國 甚至乎 不僅困擾著全中國 也使得中國 跟全世界 是越來越有脫歐的跡象 因為別人是說普世價值 別人是說法治 說自由 說平等 說民主 而中國甚麼都不說 只是說國家安全 而打著國家安全旗號 基本上 就可以違反民主自由 侵犯人權 以及 打壓少數族裔 種族歧視 甚至乎是種族滅絕 在香港 在新疆 已經打著國家安全的名義進行 接近種族滅絕的行為 習近平頭兩任 都沒有那麼多國家安全的問題 到了他真正掌握了權力之後 就開始大講國家安全 最新的反間諜法 就是他強化國家安全的行為 路透社已經用 習近平 是喪失了理智去形容他 現在習近平的行為 是在損害全中國 包括在外交 在商業 跟西方 基本上是越走越遠 中國口口聲聲說要對外開放 但是其實他越來越 是關閉 是閉關鎖國 分析人士認為 中國 不斷關注國家安全 其實是加劇了與美國的 競爭 可能將三年疫情風控結束之後 重新和世界接觸的努力 轉為 變成被新時代西方的孤立 不單止是這個問題 由2020年實施 疫情風控以來 北京 不斷採取一些自商矛盾的外交和商業的操作 很多觀察家對於他們的動機感到很疑惑 包括 跟侵略者俄羅斯舉行了會談 同時宣稱要促進烏克林的和平 向西方領導人鋪紅地毯 同時升級對 台灣的軍事威嚇 以及 被視為威嚇 這個扼殺中國商業環境的措施 同時 也要拉攏外國企業的領導人 蓋你 做生意 每一件事全部都是互相矛盾的 分析人士說 看來這個叫情語不定的訊息 可能是習近平再次要強化國家安全的結果 跟競爭對手 超級大過美國的關係 也跌至谷底 以及更加國家安全強化的因果關係 引述了新加坡國內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暖 的說法 中國的嚴重現實 是安全 現在壓倒一切 從經濟到外交 全部都要被 這個國家安全 壓倒的 即是說他已經不計較經濟 不計較外交 不計較人權 不計較形象 甚麼都不說 是吧 對於安全的壓制性考慮 只是損害中國 包括外交關係 包括經濟關係 這個將會重創他作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的計劃 即使他試圖在烏克蘭危機之中 發揮他的影響力 實際上 大家都知道他是演戲 因為他 根本就是真心支持俄羅斯 真心覺得烏克蘭是應該被侵略 從盧沙耶的說法 從盧沙耶的言論 可以反映到習近平的心態 一個小小的外交官 沒有人敢說這些話 如果不是後面主旨的意思 他根本不敢胡說 是不是 從最近的 習近平的做法 去年10月 非法連任 非法政變之後 大家都知道 不斷提到國家安全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 獨裁者的藉口 大家看到普京 普京其實 在昨天舉行的閱兵儀式 也跟 習近平的講法是沒有分別的 他就批評西方 助長孔俄壽俄 又說西方試圖要改變 全世界的格局 要針對俄羅斯 又說俄羅斯 才是 保衛 傳統的價值 很多那些五毛 已經完全全認同了這套 俄羅斯信奉東政教的都是基督的文化 他們都是 尊崇這個保守價值 你們這些人就不是 原來侵略是保守價值來的嗎 第一次聽到 竟然會有些 特朗普的支持者就覺得俄羅斯是他們的同路人 他們的敵人是誰呢 他們的敵人 是美國的民主黨政府 而不是俄羅斯 俄羅斯是他們的親人 當然有很多抹黑的東西 我想不到任何一個地方 被人家應該是侵略的 即使俄羅斯 也沒有理由有些國家去侵略 但是現在反過來就說 他去侵略人家 其實是要保衛國家 你保衛甚麼國家 我們分析現在習近平 為甚麼他那麼強調要國家安全 在香港所有的官員開口埋口 為甚麼國家安全是他那麼緊張呢 原因 就是他現在牢牢掌握了所有權力 因為當你擁有權力的時候 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權力 怎樣才會令到他失去權力呢 在任何情況都有機會失去權力 所以 他一定會有一把上方保劍 無論你說甚麼 他也跟你說國家安全 好了 結果國家安全就使得 美國跟中共越走越遠 你說國家安全 我們也要 因為你要提醒我 原來中國在 全世界所作所為 全部都是 都是在侵犯人家的國家安全 全部都是在挑動人家 本來人家沒有想過國家安全問題 誰會有膽量侵略英國 誰會有膽量侵略英國 誰會有膽量侵略美國 沒有可能的是不是 結果 你提醒了人家 原來 中國是在侵略人家 是透過 這個滲透 收買人家的國會議員 收買商界 然後 就在那裏輸出的 價值 例如抖音 例如之前的華為 幫人家安裝的 發射站 實際上就是在監控人家 所有東西 做著這些勾當 全部都是 使得人家產生國家安全的疑慮 抖音 微信 或者中國所有的apps 全部都是國家安全問題 因為全部都是後門程式 每一件事 中國都會用來分析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危險 中國所做的事 其實就是 他害怕的就是因為他做開的 他一直都 用開這種方式的滲透人家 他就防止人家滲透人家 所以 抖音可以在外國發行 可以在外國使用 但是 外國的Twitter 美國的Twitter Facebook 就不能夠找他在大陸使用 為什麼 因為 他就是用這些方法滲透你 他就怕你滲透他 所以他不准 這個就是他的國家安全問題 這個問題提醒了美國 提醒了英國 提醒了全世界的西方文明國家 原來 中共 禁止的就是他用同一個方法來搞你 是不是 所有人 派出去的他都當了間諜 所有華人他都認為 可以是間諜 大家知不知道中國立了一個法例 所有中國人 你也有義務為中國政府提供情報 甚至乎 刺探外國情報 所以 宜蘭文去外國的 如果他還效忠於中國的 對不起 他 就是有間諜的嫌疑 每一個 在任何海外土地 在美國 在英國 在西方國家 只要他舉起中國的五星紅旗 你就可以當他是間諜的 去處理 你就要去查他三誓 查他所有的社交媒體紀錄 查他的手機 裡面的微信的通訊 裡面的各轉帳 裡面有沒有收到指令要做些甚麼的間諜行為 其實全部都有 當然 中共自己做的事 所以他就怕人家 也是做同一件事 以國家安全 是不是 最新的反間諜法 就是因為他當所有外國人都是潛在的特務 如果你回到大陸 關注他的問題 你就是來刺探情報嘛 你就是在間諜嘛 所以就抓了那麼多日本人 抓了那麼多美國人 最近又搞美國公司了 是不是 這個 就是中共 所做的事 當年 他為甚麼贏國民黨呢 就是因為不斷地滲透 不斷洗腦 所以他上台之後 所有 以前他在國民黨所用的招數 全部都禁止 不准有辦公自由 不准有言論自由 不准有集會自由 不准自己組工會 中國聲稱 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 但是中國的工會 全部都不合法的 工會 不可以有的 因為你 有工會 那你究竟是忠於黨還是甚麼 忠於黨那些就不是工會啦 那些就是黨會啦 不是工會啦 你不是以工人利益為優先 你是甚麼工會 你是黨會而已 你為了黨服務而已 所以 習近平一直 他也強調國家安全 實際上就是他正正所謂他正正在做的事 當然啦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反駛 你 做的事 正正告訴全世界 你就是用這個方法去侵略全世界 滲透全世界 現在人們反台 每個人都跟你反台啦 外資也有機會被你嚇跑 跟 跟 西方世界 脫鉤 越來越快 很快就徹底斷了 拜登剛剛通過了這個 限制美國的資本投資中國 其實是好事來的 應該不准投資中國 任何中國的東西叫他走 中國的上市都要全部叫他拉 全部叫他退市 中國即時崩潰 你哪裏拿錢 這麼多錢來找數 買了那麼多垃圾股份 一定崩潰 所以美國也是太慢 我們認為美國的行動也是太慢 不過 民主社會 不是獨裁政府 什麼都要諮詢 什麼都要討論 什麼都要民意授權 所以 做的事可能很慢 但是 不會缺席 好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好朋友訂閱Patreon 最近由於 Patreon人數 跌得很厲害 我們就看到原因 過了期的朋友忘記了續 所以我們就發了一個Email給所有 訂閱過的Patreon的朋友 提醒大家 可能你忘記了續會了 如果有時間就回到續會了 當然大家也可以用 免費模式 經濟很麻煩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幫我們按LIKE 因為最近按LIKE的人都忘記了 大家沒有成本就按一下 記得 聽完就按LIKE 代表你聽了 如果可以share就最好了 當然多點留言 幫你點擊廣告 用無限大法 增加我們的廣告收益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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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